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s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 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四集下练习册。 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和模拟试卷的听力部分。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HSK标准教程4下练习册。 第十三课 喝着茶看京剧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新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 虽然演出八点才开始,但是差一刻八点,观众就不能进场了。 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演出已经结束了。 二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材料我就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我只对其中重要的部分简单说明一下。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会儿可以讨论。 他介绍得很详细。 三 我问过大家了。 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去过植物园, 所以这次春游得换个地方了。 咱们明天开个班会商量一下去哪儿玩儿吧。 他们决定不去植物园了。 四 回忆过去,有苦也有甜。 有伤心难过,也有幸福愉快。 有很多故事让人难以忘记。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 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 五 大家请注意,现在休息15分钟。 十点半会议继续进行。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饮料和蛋糕,就在门口的桌子上。 现在是十点一刻。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我觉得这个节目越来越无聊了。 是啊,前几期还可以。 现在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关于那个电视节目,可以知道什么? 七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去医院看看吧。 我只是感冒,头稍微有点疼,不严重。 休息休息就好了。 女的怎么了? 八 这本小说有四百多页,你竟然一天就看完了。 这书虽然后,但写得很有趣,所以看起来很快。 女的觉得那本小说怎么样? 九 下个礼拜天是她的生日,那时候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不是更好? 好主意。 到时她知道了,肯定特别开心。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好消息? 听说这次公司举办的活动,会邀请许多著名的演员来表演,是真的吗? 都有谁呢? 我只知道,下周还是在会议中心举行。 这次活动是小张负责的,你可以去问问她。 关于这次活动,女的想知道什么? 十一 孙叔叔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我记得她和邻居王阿姨、李大夫一样,最爱喝茶了。 我们去买点绿茶吧。 他们要去谁家做客? 十二 王校长,这次去上海开会,一切都顺利吧?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特别多,但安排得很好。 这次我还顺便在上海玩了两天。 根据对话,男的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三点半,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没变。 贵意几点开始? 十三 先生,给您,您的房间在六零二。 谢谢,请问附近有银行吗? 有一个银行,您出门向右走,大约五百米就能看到,就在路北边。 好,谢谢你。 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十四 你们的表演精彩极了。 真的吗? 当时我们别提多紧张了。 你们表演完,很多观众都高兴地站起来为你们叫好呢。 谢谢您的支持。 他们在谈什么? 十五 咱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没力气爬了。 一看就知道你不经常锻炼。 是啊,我好久没运动了。 那你先坐会儿,我去那边买两瓶水。 关于男的,下列哪个正确? 十六 这次一共有多少个学生去听音乐会? 和上次看京剧的人差不多,大约二十个。 好的,这次谁跟着去? 我和国际交流处的王老师一块儿去。 他们准备安排学上做什么? 十七 喂,我到国家图书馆了,你在哪儿? 我还在地铁里,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好,你到了就从西北口出来吧,我在那儿等你。 好的,一会儿见。 他们在哪儿见面? 十八 你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了解多少? 我喜欢喝中国茶,还爱听京剧。 我觉得京剧很有特点。 你还喜欢京剧啊? 你不相信吗? 我不仅喜欢,还能唱上几句呢。 关于男的,下列哪个不正确?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在国外留学时,有一次在一家中国饭馆吃饭。 看到放筷子的纸袋上提供了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 头一次看见关于筷子的使用说明,让我觉得非常新鲜。 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使用筷子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 十九 看到筷子的使用说明,书画人感觉怎么样? 二十 关于书画人可以知道什么?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些人喜欢为自己的生活做长远的计划。 但是,随着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会发现,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化。 生活往往不会按照定好的计划来进行。 因此,光有计划还不够,还需要我们能及时地做出改变。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生活。 二十一 长大以后,人们会发现生活怎么样? 二十二 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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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